一上从共同前行之道 不共同内向是上书与家道书 一上的意见 都在依法当中远入 尤其是当前很多修学 不同法律弟子们都在问 这样的法 作为民众的弟子必须讲 要记住 法没有特定的法 都是针对根基而属 这两天呢 不管是我们 很多出家弟子 先在汉地 遥不到南村佛教休息很长一段时间 游到高远地方 为了温国也好 为了让他的信心更加增强 所以当时 我也呢 告诉他你能不能把你的产典告诉一下我 在你产典的基础当中 可以将近更高的法 但是有时候 为了让更多的弟子 都 从事历代传承出世的传统修法 所以也只能让弟子们呢 多修修一些加息 没办法 尤其是什么呢 因为从某种角度来说 我们汉族的弟子 话太多了知道吗 因为是的 很多弟子呢 心目当中有这样的疑问 我以前打个座啊 现前真的遇到了 雅春斯的时候 那打座各自一方 还要从零开始入手的吗 不是这样的 不管是在哪一个地方 我们天天都在讲解 自己是十足伏教 挑副自己的内心 是一切伏教的中 当你前面有一定的基础 即便从事后面什么法 都可以从前面见解的立场之中 可以讲解更高的法 好事讲 但是还有一种 针对初次开始进入夫们的一些形状 有个传统修法 先准什么样的法 开始入手 但有些弟子话太多了 我识怎么讲解 从法律立场 乃至从多方面条件 都是非常圆容 但是由于他的话太多了 跑出去说 诶 你们记得吗 什么事直接告诉我 加薪不需要修了 直接进入正义的 你说我有多味道 那天哪 你把这句话说给他人的手 等两天他们又来给我算账 说这个为什么要可以将正义 我为什么不能将正义 那当然呢 他来到找 我来到死就不能将正义 要不是什么原因 等等等等 要不前两天他看见上来的历史 给你打了几个水果 我可没有打水果 我打历史相将 师父两者之间又发疑 不是的不是的 当然不 因为话太多历史 我都没办法的 天哪 我该怎么说呢 好的 这句话要是传得更多的时候 好 就导致很多人说 噢 普照火法讲法的特点是什么呢 什么前面的底下呢 传统修法都不需要修 这不好听了 很多很好 一点都不好 所以有时候 当你们话多的时候 那我也没办法 也只能装个糊涂的 你前面是修过很多法 但真实我不懂 要是修这个法 要是修这个法 先从您开始 先从家庭开始入手 没办法 我也只能装个糊涂 要不我不 不这么装糊涂 等两天 我可变成全国罪人了 所以说 有时候讲法 为什么密法要秘密 我想可能和这些 有一点的关系 真有关系 当导师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是否是这样的 以后你们当导师的时候 就会伤到这些味道